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干什么呢 这是啊 别说我不爱听的话 你看你 说话就不爱听 我今天跟你说呢 全是好事 我们家小丽同意了 以后咱们是亲家了 是亲家 和小丽同意了 我不同意了 知道不 她在你们家是皇上 到我们家也是皇上吗 啥都不要说了 我要想说的都写在你们家纸上了 你回去该怎么研究就怎么研究 听不听见 拜拜了您呢 什么就拜拜了 是不是啊 咱们大人不得 对不对 你得替孩子考虑考虑吧 是不是 我替孩子着想了 我怎么没替孩子着想了 我替孩子想的都山穷水迹无迷处了 你家想了吧 你们家是滴水不浸 油盐不济 赶快回家去想的 快去 不是 你干什么叫我去 不是 还让我年龄不成 走走走走 走 快去 干什么呀 还动手了 快走 快点走 我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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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动手了 干什么玩意这是 欺负人欺负到家了 我让你尝尝受压迫的滋味 千万别给压扁了啊 咋办呀 我还知道咋办呢 你说这事会不会黄啊 没人说呀 你说安平要找我麻烦咋办呢 你说我都是为了他好 他在找我的事 你说我不是冤死了吗 你再想想办法 看能不能把这事转回来 我也没啥办法 别多想了啊 走不算数 等等看 莉莉 哥来了 小莉 去给我拿包烟 没事坐着聊会儿吧 我看你们两个人脸色不大对啊 是不是王胡又折腾你们了 我早就说过 王胡不是什么好玩意儿 跟我说说 他是怎么折腾你们的 电话响了 这电话可算是来了 喂 是来月儿吧 喂妈 那个你跟我爸说 你房子装修完了 赶紧收拾东西 然后我派车过去 好好好 你爸就等你这句话呢 哎 哎 哎哎哎哎 好了 哎呀 太好了 这件事情 在前后经过 我已经了然了 怎么说呢 应该说 王胡 没少折腾你们 但是话又说回来 你们把王胡 也折腾得够呛 是不是 这件事情啊 这个前后经过 包括他的规律 还有 发展过程里的模式 我前整明白了 是这样事的啊 这样事 首先啊 是王胡折腾你们 后眼呢 又是你们折腾王胡 再后眼呢 又是王胡折腾你们 再后眼呢 又是你们折腾王胡 不说再后眼呢 就说现在 现在 又赶上王胡折腾你们的阶段 所以在这个时候 你们要坚强起来 特别要坚强起来 我很坚强嘛 要准备迎接王胡的折腾 年哥 你看啊 你现在马上要成为成立人了 而且你这个又有文化 又有头脑 是吧 你能不能帮我们俩出个主意 能不能把他这个折腾我们这个阶段 转变成我们折腾他的这个阶段 你觉得怎么样这个 什么就怎么样了 干什么呀 你还没这个能够玩呢 莉莉啊 不行 小莉 小莉啊 我一直说嘛 王胡啊 从根上说 这不是什么好玩意儿 他呀 他 一直惦记着 他的女儿小群 能不能在镇上有套房子 你看 我 然后 他好蹭房子住 你看看 我说什么来着 不过 这都是小事 个城里人说呀 这都是皮毛 他爹呀 他爹呀 死老婆子 跑什么跑 跑啥玩意儿呢 这都马上要进城的人了 怎么一点风度都没有呢 他爹呀 来人来电话了 让咱们准备搬家 真的假的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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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妈呀 哎呀 哎呀哎呀 我不能再聊了啊 我得回家接来一份电话 来一份打来电话了啊 我接电话啊 你还没跟我说完呢 干啥起来 你跟我把那些说出来 哎呀妈呀你太傻的 哎呀妈呀 哎呀妈呀 哎呀哎呀 我不能再聊了啊 哎等什么等啊 我等就老谈谈天 我不能再等了 哎不呀你等等 还没说完呢 我跟你说过了吗小丽 嗯 你不管王虎怎么折腾你 你不管 可以 其实他呀就一个目的 就是想把他家小情架到你家 你给我顶住 顶住 最后服软的呢 肯定是王虎 邵եմ锐 你不信我说的是真的啊 那我都不信刘 哎呀 哎呀 我信您的啊 哎呀 噶阿 好谢您啊 哎呀 吃完饭出去转转 是是 溜溜 溜溜溜的 早去早回啊 谁别给我惹事啊 放行吧 放行吧 那走吧 咱们 走走走 走了走了 走走 走 下穿的一个个的啊 挣点钱给你们烧 妈 那我瞅我干啥呀 你是不是干啥坏事了 没有啊 那你咋怕妈瞅你呢 姑娘啊 妈问你 妈有样东西 到底你拿了没有 我不是说了妈 真没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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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有没有外人上那家来呢 没有 没有 不对呀 我怎么看见那么多 外人的脚印在那家地下呢 外人的脚印 妈 脚印在哪呢 我怎么没看见呢 你看不着是不是 这就对了 因为你是小孩 妈是大人 等你到妈这个岁数的时候 就啥都能看见了 你再仔细瞅瞅 你看看 真的 那可不是真的呗 那你说说 是大人的脚印 还是小孩的脚印 还是小孩的脚印 说准 那我就告诉你 妈仔细瞅瞅啊 叶赫 全是小孩的脚印啊 跟你那个小脚印的差不多 你瞅瞅 从门边上到在家炕上 全是 妈 你真能看见呢 那可不是真的呗 你快告诉妈 谁上咱家来了 是 是小豆来了 那小豆 到底拿没拿妈东西 没有 真没有啊 真没有 傻丫头 我上点 哎呀 儿子 嗯 别瞧妈腰啊 妈腰疼 呦 你把妈身上的膏药 给妈截下来 来 好 使劲没事啊 嗯 使劲 使劲 啊 快点啊 哦 嗯 你上小棍 上小棍里 把那膏药给妈拿来 啊 我没事 我跟你揉一揉就行了 哎呀 不行 肯定揉就行了 快去 快去 真的没事 哎呀 真好 妈 你不用去了 我给你除了吃就行了 我能揉 揉一下 哎呀 这咱有条烟呢 这是我的 谁都不能放 儿子 嗯 跟妈说实话 这烟是哪来的 别送的呀 你什么时候学会撒谎了 啊 儿子 你这么点岁数 要送你笔 送你本 妈信 送爷妈能信吗 跟妈说实话 爷哪来的 真是别送的 完了 看看我这儿子 白养这么大了 小的时候从来不跟我撒谎 现在开始骗我了 我这不是岁数大了吗 这孩子也不孝顺呢 也不懂事啊 这要上学校里 老师能喜欢吗 这可怎么办呢 你说呀 妈 这烟不是我的 不是你的 嗯 那哪来的 我告诉你 千万别告诉小碗的妈妈 妈肯定不告诉 小碗他妈 嗯 这烟是小碗 让我帮他藏的 小碗让你帮他藏烟干啥呀 妈 这个事你不能问 对了 儿子 好儿子 跟妈说 我做烟没喜欢的 儿子 真的妈 感谢他这个书 傻小碗 本次课程的内容呢 是制药车间的空气净化问题 大家看一下大屏幕 大家需要理解第一个问题 是空气洁净度 空气洁净度是指环境中空气含尘量多少的程度 大家可以理解为空气中含尘程度越高 那么它的洁净度就低 相反 如果它的含尘程度低 它的洁净度必然会高 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来理解一下车间环境参数 这里面会有较多的数据 希望大家可以记一下 那你听明白没听明白 谁叫声音呢 一般我们的温度需要控制在20度至24度时间 有的不行啊 你呢 差不多 差不多 刚才我说的是洁净区 那么控制区呢 控制区我们的一般温度要保持在18度至28度之间 就是在这样一个区域 而控制区控制区的相对湿度 我们一定要控制在桂花 桂花 桂花 哎呀 开个门的这么磨叽呢 快点你 根本没锁 一拉就开 哎呀 洞呢 在屋呢 烟的事啊 笑啥 你都知道了 我知道啥呀 我啥也不知道 烟的事是咋回事 你不都知道了吗 就是一条红大山烟 你不抽烟 人高大齐不在家 你买烟干啥呀 买烟干啥 听实话呀 废话 我告诉你 那我说完了 你不能说我啊 难说 那我就不说 必须说 我给张小山买的 给张小山 买烟 不是你没病吗 你给他买啥烟呢 王文 你不会是看上人家了吧 咋说那么难听呢 啥玩我看上了 我就看张小山 白白尖静的 挺招呼歇恨的 没别的意思 你看看你 哎呀我的妈呀 王红粉 这是啥呀 不要了 你不想你们家高大齐呀 你没想过 这事要传出去 以后在村里 还工不工作了 待不待了 哎呀 至于吗 就是一条烟 完了还没送出去 现在送啊 送啊 会产生啥不良影响吗 难说 那我就不送了呗 喂 谁呀 是我 小豆 我妈是不是去你家了 你让她快回来 就是我害怕 哦 知道了 哎 对了 烟的事啊 暴露了 您可得做好心理准备啊 我过了 哎哎 大主任 那你说咋办呢 阿姨 小瓦来电话了 说她害怕 让你赶紧回去 啊 知道了 等会儿 回去睡觉吧 哦 拿回去吧 算了吧 放在这儿得了 反正也用不上了 也送不出去了 咋的呢 不送了 不送了 那也拿回去吧 啊 别放在我这儿 万一哪天想送的没有 嗯 行了 还没完了 这咋还没完没了 糟糕我呢 傻站着干啥啊 赶紧回家睡觉去 哎 别跟别人说啊 乖客人的 你还知道客人呢 去你的 赶紧回家睡觉去 得了 这个呢 是国家统一标准 根据GMP要求 捷径度为1万级的时候 我们的次数要大于等于25次 1万级的时候大于等于25次 而当这个捷径次数呢 达到了10万级的时候 我们次数要相对减少 我们要大于等于15次就可以 15次就可以 啊 还有一个挺重要的问题呢 大家不太好理解 我就回家 同学 别睡了 王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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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下吧 本章内容呢 我们到此就结束了 是不是我讲得太快 你们都没听明白呀 没关系 其实我挺希望大家提问的 现在有不明白就可以举手 都没太听明白了 这那五位子那有点太快了 一下就讲了 没记忆太住 你呢 没太懂 怎么都没听明白呀 小兔崽子 你笑啥 你笑啥 要拿回来了 拿回来了 咋的 妈问你 当时为啥 你让小豆 把这盐藏起来呀 我感觉 这盐买的有点问题 还有问题 有啥问题 你跟妈说说 我不说了 我只想知道 你这盐是给谁买的 给你爸买的吧 还给谁买的 人家你爸在城里面 打工挺辛苦的 妈不得犒劳犒劳 他关心关心的呀 人家正好这两天 有人进城 妈心想让他把盐 给你爸带去咋的了 真的 那可不是真的呗 妈能骗你吗 你这小丫头骗到你 你心眼是不是太多了 你想啥呢 算我错了还不行啊 不是你错了 是妈错了 不 不 妈 是我错了 姑娘 你没错 妈不好 是妈错了 她错了 我这一会儿就要睡觉了 你收拾她干啥 老婆的 你说什么呢 关键是啊 今夜你无法入睡 打好了捆 明天说走就走的 去去去 我不听你的 你不睡我还睡你 你干什么 你 你上外边收拾下 你让我打个滚 快点 走走走 老婆的 你这是在什么呀 快点 累死我了 我说你呀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那个城里呀 都是 老婆 绝对服从老爷们 男人说什么是什么 像你这样的事儿呢 到了城里 不天天吵架呀 那怎么着 要不你就把我修了吧 行吗 修了你 嗯 哎呀 那量情过重了 修了你 不就是我一人对吧 嗯 不能修了你 要改正错误 你改不改 进城再改 我就问你改不改 改 对 改的就是好同志 哦 还有啊 这两挂边 啊 特别重要 别到时候 明天听响的时候 找不到它的 是不是 给我 不好了 不好了 哎 我说啊 明天这两挂边 可别再用不上 你个乌鸦嘴 说啥玩意儿呢 我还说啥玩意儿 我怕再有啥变化 可能有什么变化呀 那来月 不是跟你说好好的吗 能有什么变化呀 上次来月 也跟你说好好的 咋还变了呢 哎 我的意思是 再打个电话 落实一下 这不就稳当了吗 啊 对 还是老婆说的对啊 哎 再打电话 嗯 天 爸 哎 来月啊 哎 是我 哎 你这点咋还没睡呢 今夜我无法入睡呀 啊 正准备着呢 另外 还有句话要问你呀 这个搬家的事啊 还有没有什么变化呀 啊 没变化了 没变化了 你放心吧 啊 明天我把车带过去 咱就搬 没有 哈哈 听着了 听着了了 嘿嘿嘿 对 我们这边啊 只做了一些个小小的准备 买了两挂边 准备明天庆核一下 你那边还有没有什么仪式啊 啥仪式啊 搬个家吗不就是 明天到时候我找几个人一块过去帮咱们啊 别人就别管了好不好 没有啊 没有啊 哎哎 挂了 老婆子啊 你听见没 我听见了 听见没 听见了 没有变化 你的心呢 就放肚子里吧 我这心不放肚子里 还能放外头啊 一说要搬家给你买的 都不知道怎么的好了 嘿嘿嘿嘿 猪板这么一打呀 接着咱不夸 夸一夸 牛本好 明天搬家 搬到哪儿 搬到城里了 搬到哪儿呢 搬到城里了 搬到哪儿呢 你消停一会儿吧 搬到哪儿呢 搬到城里 太啰嗦了啊 老头子 咱俩商量一下 明天怎么搬呢 哎呀 这还不简单 像这些个硕士啥玩意呢啊 重的东西都搁底下 对 这吃龙八孝的呢 摆上面 对 被压坏了 哎 被我得打魂 哎 哎 给我拿一转那透明脚 脚带纸 原意非一个人了 哎呀 哎呀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sorry 这才几点才去睡了 可不是嘛 这都几点了 回没回这就不是 尊敬的杨大主任 你好 通过你的批评教育 我深深的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与错误 具体呢 有以下两点 一 放松了对自己的严格要求 没有以一个村干部的标准 严格要求自己 把自己混同一般群众 不 连一般群众都不如 例如何小丽 人何小丽虽然斤斤计较太多便宜 没有作风问题 二 不能抵御诱惑 修炼不到家呀 不到位 哎 不能做到巨腐蚀 永不沾 做怀不乱 对张小山 哎 这块 不行 得把名字改一下 对某某某 某某某 对某某某 心怀叵测 还鬼使神差的 给她买了一条红塔山香烟 幸亏被你及时的发现与制止 差点酿成终生遗憾 真是一师祖武成千古恨哪 咱俩 进 gefähr 这时也记得 她指致历 某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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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这样 咱们回到凤凰村 帮我爸妈把家搬过来 你呢 到搬家公司后找台车 行啊 没别事了吧 没别事 那我回去了 早点睡 他还说搬家 陪我都高兴 爸 你说既然他们老胡家 已经答应了你的条件 那么咱就给他个面子吧 好不好 这个面子我肯定得给 问题是 他们是不是得到咱这来几次啊 咱的也得给我往回 你玩点面子吧 是不是 是 那你可别弄过头了啊 反过头来再求他们 那不是更没面子吗 是不是爸 姐呢 快上班吧 爸 那你好好想想啊 妈 那我走了啊 骑车慢点啊 好了 听见没 千万别过头 闺女说的对 什么玩意过头啊 自从出现了这个情况以后 他们家不就胡上来过咱这一次吗 根据我受压迫的情况 他们家不得来个四次五次的呀 等着吧 等来个四次五次再说 你呀 这样 你呀 你就和王虎这么顶着啊 顶着看吧 干啥呀 咱不是买不起呢 你说 我想争取点主动权 我错了吗 好 这你呢 你想吃点啥 我给你做呀 那我爱吃啥你不知道啊 你做啥我吃啥呗 反正主动权在你呢 我给你做啥 这么想 好 来啊 我给你做 你 儿子 没事 轰大鸡 来儿子 吃水果 别动 看妈妈你来一个啊 一二三 快来吃水果 桂花 红粉来了 快坐 还要去找你去哪儿 儿子 你先出去 这点水果 这里子刚下来的 你干啥呀 还要批评我呀 不是 我呀 找你是想 让你通知大伙 给全村的妇女开个大会 干啥呀 不是 你想把我的事在会上 跟大伙公开呀 不是 我想就着你的事 给大伙提个醒 悄悄警钟 咋的 反正你要觉着有必要 想开就开 我没事 行 那你去通知一下 二十分钟之内 咱们村部集合 好 桂花啊 你真不能在大会上 把我事公开吧 我保证不会 我认识到自己错了 你看 昨天晚上我把检讨都写好了 检讨 检讨书 这我可得看看 检讨书 尊敬的杨大主任 杨大 你好 通过你的批评教育 我深深地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与错误 你字不错呀 别在那糟惊我 行不行 具体有以下两点 一 放松了对自己的严格要求 没有以一个村干部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把自己混同一般群众 不 连一般群众都不如 例如何小丽 何小丽虽然斤斤计较 贪图便宜 但是 没有作风问题 笑啥呀 人这是多严肃的问题呀 行了 你慢慢看吧 我通知去了 行行 二 不能抵挡用户 搬家了 这老些东西不好搬 搬哪 你瞅啥呢 我最最想念的人 最最喜欢的人 这会儿最想见到的人 他咋不来呢 谁呀 还能有谁呀 玩活呗 你不怕看见他呀 不怕 特别是这会儿工夫 我最想见到的人 就是他 你有病 要不你呀 到他家去一趟 你可拉倒吧 我上人老王家 我说那个 我们搬家了 这就等你呢 我说得出口吗 我不去 哎呀 能那么说吗 怎么也得想个折呀 得想点办法 你 你快搬吧 对对对 你看啊 你拿他干啥 反正这些个农具啊 咱们永远这辈子用不上 那不一定 而且当初啊 这些个杆伴啊 都是他帮忙换的 你现在呀 给他送过去 既显得咱们很大方 又顺利成章 你这不没事找事吗你 啥叫没事找事啊 人这一辈子啊 有多半时间 都是在没事找事 就看找的有没有意义 这事很有意义 你快点的啊 你真能找事 快去快回啊 快点的 全村妇女同志请注意 全村妇女同志请注意 听到广播以后 马上到村部来一趟 马上到村部来一趟 村里要给大家开个会啊 村里要给大家开个会啊 妇女开什么会呢 树真儿啊 你去听听会呗 我一个老妇女 我听啥会呀 妇女轻易也不开会呀 说不上啊 又发什么纪念品的 我建议你还是去吧 你让我去啊 去 顺便呢 看看何晓丽 有什么口风 我好分析分析 看她还能使什么坏招 何晓丽得看门市部 她根本不能去 你这个人呢 什么事都不要往那最坏的地方想 是不是 那样还有什么希望 有什么动力 是不是 所以我说你呀还是去吧 啊 好 听你的 我去 这还差不多了 儿子 啊 你在家看家妈开会去了啊 啊 哎 梁敏 干啥去呀你们都 开会呀 开会 开啥会呀 我也不知道 但是既然是妇女会 就肯定得有你 我也去吗 那 那 那你为啥不去呀 你不是妇女呀 嗯 那行 那行 我一会就去 你们先去啊 哎 嗯 嗯 大头插影 起飞 腾空一号 发射 腾空二号 发射 菜心头 小菜 小不点 大酒瓶子 小青瓶 哎 哎 谁呀这是 哎呀 防防防 这可是天意呀 啊 该你倒霉了啊 看我怎么收拾你 嗯 不是飞出来了吗 怎么没了呢 奇怪了 谁在家呢 啊 哎呀 哎呀 扶起来了 快快快 打把手 这是 这是干啥呢 这是 哎呀 这不今儿个搬家吗 今天就搬了 可不嘛 偷走钱把这些东西都给你留下 快点 太好了 那我得过去看看 行行行 我俩先走了啊 走走走 我跟你去 百善孝为仙 难忘父子情 亲朋好友来相送 是一片冰心在玉湖 这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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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凰村里飞出金凤凰 一代更比一 一代强 好 山叔啊 哎 我们 马上就要搬到城里去了 好 您到城里啊 就住我家 十天半个月都没有问题 我家房可多了 行 看见你儿子多孝顺呢 把爸爸接城里去了 我们大伙帮你搬到家吧 不用不用 来院啊 雇了搬家公司的车了 一会儿就来 那行 您去忙吧 那好 那咱们大伙就回家吧 那我家去啊 人家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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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 咱们大伙 咱们大伙子 哪里走啊 坐下 人家差不多 婶儿来了 是不是我岁数太大了 不该来呀 我回去吧 婶儿别开玩笑了 快坐下 咱们开会了 那行我坐那